但臺灣把日本從這個很單純的 不管十年報恩也好 不管什麼目的也好 給他疫苗 硬是跟政治扯上邊 其實反而不好 你讓人家後面不好做嘛 對 你這樣何必呢 他後面搞不好要給你就卡了 對啊 就會尷尬嘛 所以我是覺得是很不得體的發言 那蔡英文就發言了就面對問題 就謝謝你嘛 就謝謝你然後 對不起我脫太久了 這個是對人民的一個發言嘛 那其他人通通都是表達感謝感謝就這樣 其實我們一開始開中民意就定好了 日本要感謝 但不用拿來大內宣 不用拿來大內宣 那亮哥講這個美國分析的太到位了 第一個 你要嘛就是認了 臺灣真的needs help 臺灣can't cannot can't help 臺灣needs help from kebex from america 臺灣現在是需要幫助 這第一個 那如果 其實臺灣不需要幫助 你卻硬把臺灣塞進裡頭 去跟這些 真的比較 更需要幫忙的國家搶的話 那就是政治動機了 那就完完全全是政治動機了 跟美國好 挑針中國大陸 跟美國好 回到臺灣內宣 也是 也是 你看看 這個 切長廷拿了一百二十四萬劑人 開玩笑 蕭美琴不趕快弄個對不對 幾十萬回臺灣 他怎麼交代 但是 我還是要強調啦 真的 我們我知道我們需要幫忙 我知道臺灣有很多的朋友 老人家 或是我們前線醫護人員 非常著急著 需要疫苗 我都了解 可是第一 真的不多 第二 他們更需要幫助 我們不會因為這十幾萬 幾十萬劑 而 浴火重生 但這十幾二十萬劑 或許可以真的幫到這些國家 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 不論第一個 我們到底是真的慘到需要幫忙 或是第二個 其實我們還好 但你為了要邀功內宣 硬把臺灣塞進去 其實都不對 好 這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再來就是Erik講的 其實臺灣應該要更前面啦 因為這些國家 其實他們的施打率都比我們高 所以如果COVAX平台按照 接種率來分的話 臺灣根本不應該跟他們在一起 臺灣要更前面 因為我們施打率最低 我們施打率更低 所以我們非但沒有更前面 反而只是跟他們在一起 他的援助不是看接種率的 他都是看接種率 是看你的經濟實力的 那到底是 好啦 可能不同標準 而且我們有訂單 只是還沒到貨 對啦 好啦 那OK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東南亞就幾個國家沒有進來 比如說柬埔寨 對喔 緬甸也沒有 對喔 那柬埔寨跟明天也很窮啊 對他有一些政治考量在裡面 但他有一些綜合考量的元素 對啦 因為北韓不在裡面 北韓是零嘛 北韓當然沒有 北韓到今天為止沒有接種任何意義 休息不要給 休息全國都出事 那最好 真的 不要這樣 我個人看的是 不過總之沒有臺灣這一級的國家 對嘛 所以就不要這樣啦 真的啦 你丟臉啦 好不好 我們還是希望我們can help 我們不是needs help OK 好 來我們來看下一張 來 欸 這個我們剛剛不是應該有一張這個武俠小說的嗎 沒有對不對 來 好 這就是我剛剛Eric講的 好來 蔡總統 這項計畫 從頭到尾 這就是日本啊 都是蔡政府的最高機密 可以說是國安與外交系統的 全面總動員的十日寧靜作戰 真是夠了 真的 再來 國安高層說 謝長廷第一時間向蔡英文總統回報後 蔡英文隨即指示 國安與外交系統總動員 低調保密 全力達政是最高指導原則 沒有啦 六天前甚至十天前媒體就在報了啦 早就有人在說了啦 只是你不肯承認而已啦 對 人家在報的內容 跟現在的事實一模一樣 所以早就有人知道了 再來 國安高層 蔡英文請賴新的副總統 也指示外交部長吳釗燮 駐日代表謝長廷 臺日關係協會會長邱毅人 積極透過各種管道 與日方連續爭取洽談 一樣是國安高層 菅英文政府重要成員的看法 其扮演的角色 蔡英文也透過駐日代表處 第一時間掌握 也充分了解到從日方官員 都本於人道支援 回報311的心境 甚至透夜加班 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完成這個艱困任務 讓台灣倍感溫暖 這有些不是同一篇報導 還有更噁心我就沒拿了 但是國安高層很忙啊 要先跟這個報導放話 說蔡總統好棒 再跟這個報導放話 說謝長廷好棒 再跟浙江媒體放話 說賴心得好厲害 還有邱毅人 再跟浙江媒體放話 日本真的讓我們好棒 日本人多辛苦多辛苦 有沒有 這不就是滅絕師太嗎 以天劍在手 天下無敵 這不就是張無忌嗎 魔教教主 好不好 這就是張無忌啊 武當派張無忌 張三豐的徒孫 謝長廷 他不就是 逍遙左屎揚蕭嗎 或是犯遙犯右屎嗎 這不就是一齣武俠大劇嗎 欸各位 這些東西 如果你把它寫成劇本 拍成電影 精彩無比啊 相當精彩啊 不可能全部都正確啊 這都是真的嗎 全部都正確 真的假的 當然啊 所以真的有所謂 謝長廷是負責執行嘛 事實上因為 你如果確定日本要給你了 那有一些法律問題要處理啊 有一些運輸的問題要處理 要跟台灣銜接嘛 那那個當然是助理代表才能處理 可是這件事情真的是不能先講的 是不是 是真的怕中國大陸來干涉或破壞嗎 這個沒有必要講吧 因為你也不確定人家要給你多少 我覺得最後 日本真的是把它倉庫裡面 所有的貨都給你 那這確實是它的現貨 包裝好的現貨 因為我們預期本來是120嘛 而且又加了4萬嘛 因為發現倉庫裡面還多了4萬 就全部都給了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時間 因為日本也沒有 不一定要6月4號給你 那我覺得自民黨就覺得說 要給就把這個 把這個情做到最大啦 八九六四 這個到這個離到想太遠了 這個我覺得日本 絕對沒有那個意思 因為它絕對沒有要搞政治 我的意思是說它知道 你台灣後面有美國要送你 那你也有自己買了200萬要到 那我知道你們現在的心情 我說這個就是日本人外交的厲害啦 他說他知道時間就會得到更大的掌聲 他抓得很準 他就迅速就給你 對 因為昨天新聞出來 他今天就到了嘛 對 那這個坦白講 對自民黨來講 也很少有這麼快的行動 很細膩的外交處理手段 而且非常快 然後你看他那個日航 飛過台北還讓你拍得好清楚啊 對 然後 飛機降落啊 然後 也有一些送花的舉動 還有包括日本交流協會在台灣 他講的那些話 我覺得也都蠻得體的 這裡面提到一個邱毅人啊 他這個 他是潛水的啦 潛水的 其實我跟你講 民進黨跟日本的方方面面熟悉的人 非常多啦 國民黨也一樣啦 熟悉的人都非常多啦 所以 我覺得 坦白說啦 這個政治人物不應該邀功 真正要邀功的是 十年前的台灣人民 因為我們捐了兩百億 說得太好了 讓日本人感動 說得太好了 那日本人是一個 會報恩的民族啦 就是他覺得我欠你啦 那美國人就比較不是這樣啦 就是 我都已經幫了你車用晶片 台積電也去你那邊投資了 那你為什麼不幫我一下咧 對不對 那你不覺得韓國人 就比較了解美國人嗎 知道他一定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對不對 所以我三星半導體去 我三星資料也要帶錢 我立刻交 我當場就要簽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一次也是得到一點教訓 就是說跟美國人打交道 要一手交錢一手取貨 就是要現實一點 那日本人就是交薪啊 就是他覺得他欠你啊 而且因為311那個我印象非常深啊 台灣的捐款200億啊 是後面 後面94個國家總和 對而且就是世界第一 對後面加起來的總和 那日本人真的是嚇到啦 說哎呦台灣怎麼那麼關心我們 那當然從那個之後 然後日本人就對台灣人就特別 有不一樣的態度啊 那我覺得這一次因為日本自民黨 因為日本的定位是這樣 疫苗是國有財產啊 那是有價值的啊 你不能隨便捐啊 算是戰略物資了啦 對對對你要經過一定的程序啦 那你說可以再 有這個意思然後隔天就立刻送到你家啊 那這個他當然也要去試水溫嘛 結果他就發現高達9成的民意都支持 就立刻處理了 就立刻處理了 因為會得分嘛 這政治很現實的 還是要會得分嘛 Anyway還是謝謝日本啦 真的謝謝日本 但這個就不用了 亮哥這句話說得太好了 說得太好了 要邀功的不是政治人物 是10年前的台灣人 對 真是說得太好了 這句話說得太好了 說得太好了 來近到今天我要告訴大家 最後20分鐘時間剛剛好 來最重要的地方來了 這真的啦 這其實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獨家啦 新聞都有報 但你有沒有本事 或是你有沒有想到 去把過去的新聞串起來 串成一條線 這就是 這個我平常沒事都在幹的事情 首先 來 各位 這個疫苗本來應該是我們的你知道嗎 本來就該是我們的 那為什麼變成我們要跟日本要呢 來首先 直接啊 這是今天最重要的地方 我看從哪邊開始 好來 你知道這個 這個疫苗 怎麼沒有放啊 有啊在你八月這裡啊 不對 對 好 算了 你知道這個疫苗 是日本 全日本代工的吧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它是全部日本做的喔 日本 唉 怎麼沒有放呢 真的是 是 好來 這個疫苗喔 它是日 日本 跟 AZ 簽約 簽了 1.2億劑的 合約 就是日本的藥廠 要幫AZ 做 1.2億劑的疫苗 這樣你懂了啦 那這個我都有查到 從這個公司的股票數字 我都查到幾間公司 剛剛幫你講到什麼 三什麼一共的 第一三共 對第一三共 很多什麼JCR 總共三間公司 在這一億多劑裡面呢 有 一千五百萬劑 一千五百萬劑喔 一千五百萬人份 也就是三千萬劑 是 英國給你原料液 給你原料液 然後 你來 幫我 調配 包裝 生產 寄送 一千五百萬劑 那剩下的九千萬劑 也就是四千五百萬人份 原料液 也是日本做 全部唯有你代工 你自己做原料 你自己調配比例 你自己測試 你自己包裝 你自己運送 全部都你自己來 那臺灣 臺灣的這 這一些 這裡有啦 有啦 這裡有啦 有寫 來來來 這日本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的時候呢 跟英國簽約有沒有 來 六千萬人份 一零二萬劑 一零二億劑 那就是 兵庫縣的生技廠商 這一家 什麼JCR 後面有他的股價自己去查 負責生產 進口疫苗的原藝 也是由KM 這間公司 Biologic 還有D1三共 他的這個股票在這 在進行成分調配之後 裝瓶包裝 在日本國內完成所有製造 所以我們拿到這124萬劑 都是日本代工的 好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發生的 去年十二月 去年十二月 AZ找日本 談 你幫我代工好不好 好 談下來了 要做這麼多 但我要告訴你的是 這件事情 本來是我們可以做的 為什麼 來往下看 十二月找日本談 但對不起 AZ早在去年的八月 就曾經找台灣代工了 去年十二月才跟日本簽約 但是去年八月就來找台灣了 所以我合理推銷是台灣不要 所以他去找日本 因為他要求包銷量 對 好來在這邊 他要你的人口入稅 沒錯 疫苗新布局爭取牛津授權 台廠代工有望 為什麼最後沒有成呢 來 陳時中告訴你 這陳時中親口說的 陳時中說 我們確實跟國際的疫苗廠 談過授權製造 但是因為國際大廠 要求台灣交出三億劑 遠高於評估的一億劑 量能難以負荷 所以最後沒有談成 台灣的量能有日本高嗎 我是不知道 但日本做多少 這裡我告訴你了 日本才做1.21劑 那你有沒有去跟人家談呢 日本只需要做1.21劑 為什麼台灣要做三億劑 你有1億劑你去談 應該也可以談得成 他這個講的不合理 因為你去看莫德納 韓國代工 現在他的份額也只有四千萬 是啊 所以台灣 怎麼可能做三億呢 你這個三億是絕對可以談說 這是不可能的 對這不可能的事嘛 不可能啦 對 所以你就要說法合理嗎 除非 除非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他要從台灣賣到中國大陸 哦 所以要做很多 對對對 那因為可是後來 因為台灣沒有接受 對 後來他AZ也去找深圳的康華藥廠 對 沒錯 沒錯 可能他是希望你也做中國的部分 對 當然沒錯 所以 東北的邏輯了齁 這裡清楚告訴你去年 我們的這一批疫苗是百分之百日本代工的 為什麼日本可以代工AZ的疫苗 因為去年12月日本政府跟AZ簽了這份合約 但其實應該是我們做的 因為去年八月他就來找我們 這個 這是不同市場 所以後來我們沒接康華 深圳康華就接走了 好啦 我們跟日本沒有關係啦 對啦 日本那個是他自己的市場 你說這個是日本 然後這個是否大中華地區 對對對 好沒有關係 但日本可以接 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們當然可以接 對 所以 因為韓國後來就接了 而且亞洲還有泰國接 泰國也接 泰國 深圳 韓國 我們的制藥絕對超過泰國跟韓國 絕對超過 為什麼不接 對 來 所以這是陳時中的理由 但亮哥告訴你根本不合理 根本不合理 好那接下來 我們先請Eric來評論一下好了 來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現在講重點喔 如果去年八月我們簽下來了 說不定我們現在都在等著打疫苗了 我說說不定 我也沒有說簽下來 我們就一定有很多疫苗 沒有 我簽下來你就有保病劑 那是一定有的啦 印度現在就這樣啊 不准出口啊 對 他代工AZ啊 對我代工啊 怎樣我代工我自己先打啊 對啊自己先打啊 是啊 你聽到了吧 所以如果 我說如果 去年八月 不管AZ是不是為了 大中華地區的市場 來找台灣 談代工 如果我們去年八月簽下來了 我告訴你 這180幾 將近200個人 可能可以不用死 這破萬的確診 可能不會發生 現在你的小孩必須 你去待在家裡看著電腦上課 可能不會發生 你沒有班可以上還要放無薪假 可能不會發生 電影院空蕩蕩 鬧區沒有人 飯店不能開 商店不能營業 可能不會發生 我不能去健身房 導致我現在變瘦 因為太久沒健身 可能不會發生 如果去年八月 我們接下AZ代工的話 我們不是沒有機會 各位 你看看現在日本 接下代工 不要有勝 他還可以捐出去 我們去年八月如果接下來 我們現在也可能 自己打有勝 還可以幫助別人 但是陳時中給我的理由 是這個 我們只能做一億啦 他叫我們做三億沒辦法 沒辦法啦 你有沒有去談 你有沒有去談 我不相信談不下來 你根本就沒有打算 要接下AZ的代工 如果你接下 台灣今天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去年八月 對方早上台灣做代工 就代表是看好台灣的這個 代工的能力 及水準吧 那如果去年八月 我們跟他們談成了 台灣現在就不用needs help 台灣現在還是can help 我們現在can help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一億劑 就像他講了一億劑好了 是超過國內台灣人 所需要的劑量 所以到底為什麼談不成 我們講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AZ來了之後 發現說 我跟 又想找了代工廠 跟我原先的預期不符合 不管是什麼理由 可能是這個生產線不符合 或成本不符合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很小 因為這兩個他們應該在 你要知道為什麼嗎 你先講 我想再告訴你為什麼 他們在來之前 應該就有預判過了 第二個東西是什麼 第二個東西就是說 如果你不符合資格 他不會找你談 我們台灣GNP藥廠都沒有問題 他不會找你談的 第二個東西就是說 還是衛福部的問題比較大 衛福部他可能有兩種可能 對於這個事情是排斥的 第一種可能就是說 他能力很差 人家說要三億劑 他沒有辦法跟人家談到 我只要一億劑 對 能力很差 沒有辦法談判嘛 商業談判 他以為是 就像有一些明星 他很拽 他說一場商業一百萬 你要九十九萬 他就不跟你談了 那是不是這樣 我認為可能性很低 因為AZ人家是來做生意的 當然 而且人家是很看好台灣的喔 三億劑的邏輯就是說 大中華的市場也給你去做 一個開發跟代理 這很看好台灣的 甚至我們還可以賣喔 所以就是說 他這有 一個是能力差談不了 第二個是 沒有商業頭腦 你為什麼不做了賣給中國呢 中國大陸是另外一個做法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說 還是我們這幾天在討論的 他就是要護航國家生產的高端疫苗 來 既然AZ講到了 我直接告訴你 陳時中說 要保護國產疫苗 是不是 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 有太多報導 包含報導者 包含劇衡網 都報導過 為什麼我們在去年八月 要拒絕AZ代工 真的是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做三億嗎 人家堅持要三億嗎 不是吧 你根本沒談吧 來 這裡 台灣的國產疫苗還在等 但其實去年曾經傳出 國衛院有跟牛津大學接觸 沒有傳出 就是確定有 因為莊仁強跟陳時中都證實了 想取得授權 由台康生技 就是台灣最大的疫苗代工廠 就是鴻海那個 對 沒錯 就鴻海 在台灣代工生產百萬劑的AZ疫苗 但是注意喔 卻擔心代工會和本土研發 形成排擠效應 最後沒談成 但看看各國多數是先買 讓國民有保護力 在一邊進行國產疫苗的研發 防疫還是擺在第一優先 這邊 報導者 這個報導 這個媒體 像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強查證 是不是跟牛津大學接觸了 他表示 對 確實提出申請 但再多說合約就走不下去了 希望最近有消息 然後國衛院積極爭取英國牛津大學的AZ疫苗授權 在台生產 但一旦成功爭取牛津授權 疫苗由台康生計代工 可是會對本土疫苗造成排擠效應 來 劉正中 先前的確跟台康接觸過 但台康接下 這是院長是不是 國產疫苗生產任務呢 會影響國內產能 做代工會影響到本土的生產線 疫苗是國安產業 後面我就不說了 從去年八月 我們去談 AZ授權 我們最後沒有接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簡單兩個字送你 高端 我敢說就是因為高端 沒有還有聯亞 還有聯亞 還有國光 國光沒有 結果呢 去年八月說不行 我們要保留量能 不行 現在日本都已經做完 做到多到不要了 你去年八月跟人家說不行 請問一下 你國產的生產線保住了 然後你生產了嗎 你也沒有生產 說穿了 我們早就有機會 代工AZ做疫苗 自己留保護台灣人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或說民進黨政府 在去年的八月就已經想到 要把位置留給國產疫苗 高端 聯亞 所以拒絕跟AZ合作 導致台灣沒有疫苗可以打 導致一百八十幾個人死亡 導致破萬人確診 導致現在日本給你 我們本來也可以自己做的AZ疫苗 也才一百二十四萬劑 你要跪著跟人家說謝謝 這就是整件事情的原本 你這一連串邏輯 這樣兜起來就清楚了 就八月就是AZ找台灣代工 那你為了國產的一定的市場的保護 你不要對不對 那林權十一月就來了 三千萬對不對 那也被拒絕了 對 你還是要維護那個市場保護嘛 對不對 那第三個就是 你對疫苗的規劃 你並沒有超買 你如果扣掉國產的產能 我們總共才買兩千萬 對 那台灣的人口就超過兩千萬 我們事實上如果 我們只算七成 那七成我們至少也要打到 我一個人要打兩劑的話 對不對 那兩千三百萬你打七成 然後一個人要打兩劑 那也要三千兩百萬三千 大概三千五百萬至少 通常大家認為這四千萬 那結果你竟然只買兩千萬 那其他的 不知道 甚至有一度 阿中部長講說 我們規劃四千五百萬 那結果你海外的只買兩千萬 所以台灣要做兩千五百萬 當然是這意思嘛 所以你整個的規劃都是 一心一意要發展國產疫苗 對 沒錯 那沒想到它速度這麼慢 然後後來二期三期 又引起那麼大的爭議 那甚至還引發了炒股的爭議 那現在就變成很多變數了 那所以我就跟你講 它一路規劃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它本來預期嘛 就是那兩千萬 至少AZ一千萬嘛 莫德納500嘛 還有CoVac476 大概六七月都會到 所以我們就順順的打 沒想到爆發 沒想到五月十五爆發 而且疫苗沒來 對 疫情苗沒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 它確實有戰略規劃 它戰略規劃就是說 我們兩千萬 那反正我疫情不錯嘛 那我就五六月的時候 先打海外 然後慢慢等國產的出來 慢慢補打 那沒想到五月十五就爆發嘛 結果國外的疫苗也沒到 對 那就變成今天這個局面 兩個說的完全正確 你看為什麼林泉不要 排擠到國產疫苗嗎 為什麼AZ代工不要 怕排擠到國產疫苗嗎 我跟你講 我同意 這是一個國家疫苗的戰略策略 如果沒有五月中爆發的疫情 它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喔 它是成功的喔 儘管它違背了大部分國家 像報導提到的 它違背大部分國家的這個走向 大部分是 我先弄啊 管你咧 先弄到再說 國產慢慢發展啊 因為這個病 很有可能會 我們必須和平共處 每年都有人要打疫苗 對 所以你發展出來 國產就算每年出來也沒關係啦 又這樣我這裡再補充一下 每年都會打啦 它有一個理想值啦 就是說如果高端成功 那我們假設他也願意做到第三期啦 那他會跟美國在第四季出來那個Novafax 都是屬於蛋白重屬疫苗 而且你會是第一支 對 你知道嗎 你會領先Novafax 對 這是他的想像嘛 可是你就 事實上就沒有嘛 不是這樣嘛 所以好不好 我們本來可以不要發生這件事情 來來來 艾瑞克先生 所以你今天 但剛剛也聽到 這就是整個故事的邏輯了 所以我各位 我再跟大家最後講一次 我們其實 可以不用面對現在的局面 那你說民進黨的 這個疫苗的戰略 或者疫苗的策略有沒有錯 如果沒有發生疫情 他也沒錯 只是違背了國際大家的做法 但真的 這個就在五月中爆發了疫情 國外的沒來 你的戰略也因為國產疫苗太慢 而無法施行 導致我們面臨這麼慘烈的疫情狀況 他這個是 我認為是反映出兩種心態 第一種心態 是人啊 往往做一個事情啊 成功久了 都覺得說是自己厲害 都不是說天時地利人和 他們就是認為說 防疫就是我很厲害嘛 不是說台灣好像 病毒並不是傳染的這麼快 所以才會三加十一 這種事情發生嘛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過分自信 第二個反應我認為是什麼呢 是認為說 他對於自己的 那個英文叫 self extinct又很低 你對於自己的評估又很低 他為什麼不願意說 先讓國外的疫苗進來 因為你看一般專家都說 我們要跟新冠型病毒 共處至少五年嘛 你為什麼高端不打後面呢 你慢慢賺嘛 後面事情都給你賺嘛 因為他就是心裡知道說 外面國外的進來 台灣人可能很多 就不打國內疫苗了嘛 所以他就拼命要把那個時間點 hold在這個地方嘛 那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不是不願意打國內疫苗啊 是像我們這種人打了鬼尿 我出不了國 我打這個疫苗 你有用啊 有什麼用 先救急再救國產啦 他也沒想到全世界 會給你搞一個疫苗護照啦 疫苗護照過去都有嘛 怎麼會現在 我們以前出國不知道 提什麼水痘證明嗎 你這種護照 有沒有今天才有 今天也是四萬多人 謝謝大家晚安 拜拜